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環球追蹤環節》 先介紹我心理嘉賓 來自《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副經理陳維聰先生 Jason早安 Anita早安 看看昨天歐美股市全都大升 先看看道指的表現 升了1.5%,收補13115點 升了接近200點 最終升了194點 另外,標準普爾500指數升了1.5%,收補1390點,升21點 納指方面升35點,3042點,升幅1.1% 另外,歐洲股市全線做好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了1.7%,收補5766點 另外,泛蘭克福特斯指數升了2.6%,收補6801點 另外,巴黎喀指數升了2.7%,收補3292點 主要原因是西班牙方面,可以說過了關 另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調高了環球經濟預測 以及美國巨型企業業績的理想 都刺激了昨天歐美股市的表現 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看到西班牙泛12和18個月的短債 結果賣出31.78億歐元 高於他們原先的目標,30億的歐元目標 看到債息比上次高了很多 但起碼的拍債理想,反應有多理想? 起碼他現在要籌錢都籌得到 當然,近期你看到西班牙那邊的消息都比較多 都表示著,就算那些人肯買債券,肯借錢給你也好 但他們要求的回報方面,都一定會較之前來說是高的 所以看回這次拍債的息率方面 12個月的息率就去到2.6厘 3月尾的時候,同一類型的債券拍賣 當時的利率只是1.4厘而已 另外18個月的債券也由之前的1.7厘 升到這次接近3.1厘 意味著當債息都不斷抽高的時候 其實對於西班牙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挺大的壓力 但都幸好近期的市場焦點 仍然還是放回去,究竟歐洲央行 接下來會不會再度出手去救這些大型的歐珠國 現在市場上都在等,究竟歐洲央行那邊 是否真的會直接出手去買這些西班牙的國債 一旦如果你說這些焦點是放在市場上的眼前的話 就會將一些利膽因素覆蓋了或者抵消了 所以都看到昨天西班牙拍完債之後 十年期的債息都由之前6.1厘的高位回落 另外也看到無論是歐洲股市 或者美國股市方面都趁著舊市的衝勁炒高了一層 所以暫時看,市場的情緒都是偏向樂觀的一面 看到昨天歐洲央行方面 也將歐元區的3月份消販物價的通創率 是修訂到原本2.6% 是修訂到2.7% 其實你看到歐元區的通創一直都是 長期連續16個月 是處於高於歐央行 定略低於2%這個水平 其實是否有什麼暗示在這裏呢 沒錯,你見到通創方面 暫時都未必算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但是其實對於某些國家來講 包括一些北歐的國家 又或者是德國方面 其實整體的物價上漲的壓力 都開始浮現出來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 對於歐央行的取態 都是有一些分歧 一些歐諸國 希望歐央行繼續推出一些 所謂的流動性寬鬆的措施 包括之前那個三年期的低息貸款 但是對於一些剛剛講的北歐國家 或者是德國來講 都可能會有一個滯爪 因為始終如果你說再推這些流動性出來的話 有機會令到通脹方面 都會有一個升溫的壓力 所以始終歐元區都有一個死症 就是說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問題 一個的政策或者一個的措施 就沒有說可以滿足不同的parties 所以如果你說那個情況搞到這個地步 通脹又高 但是部分的歐諸國 都仍然是拍不到債 籌不到錢的時候 我相信歐債問題 都仍然會持續困擾市場 一段長時間 明天方面 西班牙會繼續拍賣 兩年期和十年期的長債的結果 其實是不是對市場的情緒 更加有指標的作用呢 沒錯 因為始終短期的國債的人肯買 都只不過是炒一兩年就不會爆煲 還有就看之前歐洲央行BIM的錢 都是一些短期貸款為主 即是三年期為主 當你說銀行拿了這筆錢之後 自然就很順理成章 買分一些都比較叫短年期的債券 作為一個短期的炒買 但是如果你說對於一些長期的國債來講 究竟那個拍賣的反應 是不是都可以維持到 這麼理想的水平呢 我相信都仍然要有待觀察 始終現在看回西班牙那邊 那個銀行的不能貸款率 都已經是升到上接近8%這些高位 另外失業率 又或者在樓市方面 仍然都仍然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我相信西班牙政府 未來能夠完善削尺的進度 能不能夠最終達標呢 我相信市場上 都會將這件事成為一個考慮因素 再想一下 究竟你拍債的時候 我願不願意去買你的債 昨天歐洲主權債信貸 惠約掉期 即CDS 亦都有一個回落的情況 但有個消息就說 在2007年以沽岸市場 楊明的沽神 約翰寶醫生 他說現在又有一個沽空的對象 他在沽空歐洲主權債券 同時買入了 歐債 買入了剛剛說的 CDS 其實他挺看淡的 就是歐洲的國債 你又怎樣看呢 始終現在歐洲的國債 無論是哪個國家都好 其實都有一定的風險 當然你說現在最大的問題 一定是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這些 但是你說說到歐洲央行 所持有的債 或者接下來 有機會一個新的舊市基金 所發行的債券 其實都有個問題 因為始終這些資金 是真的拿了下去 舊一些所謂的歐諸國 還有如果你說 接下來那些資金 那些貸款 真的到期的時候 究竟那些金融機構 或者那些歐諸國 是否能夠完全還到這個債 一旦如果你說他們在常華方面都出現問題 對於一些所謂比較大的主權國來說 都會有一個風險 好 講一下美股方面 昨天表現非常之好 見到一些IBM 業績幾里上 自己做美股上揚 但見到美國3月份的新屋動工年率 有一個下跌的情況 掉了5.8% 其實差過市場預期 其實美股方面你又怎樣看呢 除了你說這個數據之外 另外也有一個工業生產方面的數據 亦都是差過預期 如果你說連上個星期出的 新申領息業救濟金的人數 以及前個星期的 非農新增職位的數據 再加上前日出的 紐約聯署製造業的指數 等等的數據 都叫做是差過預期的 反映了美國自從踏入到3月打後 整體經濟的數據 或者一些企業的營運數據 都不是那麼理想的 但你看到這些數據出來之後 美股不僅沒有一個很大的下跌 反而都是一個 所謂第三輪QE的憧憬底下 令到美股仍有得升 所以始終現在市場上 對於美股的焦點 都一定是放回去 究竟第三輪的QE 何時會出台 以及是否真的有機會出台 但如果你說這個預期是升溫的話 對美股來說 正如之前所說 我相信都仍會有個支持 令到它會繼續有個上升的動力 昨天歐美股市表現這麼好 港股都帶動港股 今天高開的 港股今天是高開237點 開市企彎在20800點這個關位 另外國企指數升1.1% 開報10913點 升118點開市 成家額11億 期指方面升263點 做20812點 高水準是12點 成家暫時有4600多張 稍後回來再跟Jason談談港股表現 稍後再談